Hello, 大家好, 我是Jerry 今天會做煲仔飯豉油 現在立刻開始 煲仔飯的甜豉油需要的東西比較多 首先這裡有魚骨 煲仔飯豉油除了甜和鹹 再好吃一點, 豉油會有鮮味 鮮味來自於魚骨 現在把鱗魚骨清洗乾淨 然後開始煎香 如果有血汁, 儘量沖走 不然的話, 湯煮出來就會腥 鱗魚骨清洗完後, 乾淨它 然後就可以開始煎 現在開火, 燒一隻鍋 我就放些油 然後把魚放下去 所以我們出去吃, 豉油這麼好吃 因為他們有熬魚湯, 給它一些鮮味 如果你不想煎魚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用水去代替 都可以的 煎到差不多, 就翻一翻面 加上的薑 煎散就沒所謂 煎散就煎了 更出味一點 好, 魚現在已經煎好了 可以關火 先把魚骨拌出來 好, 現在先準備一些香料 香料有蒜頭 紅蔥頭 洋蔥半個 一些芫荽 還有一些蔥 蔥一條都可以 不用太多 芫荽我只是用到味 這些我留在煮飯的時候用的 那些香料 首先就 蔥到蔥 蔥到一層 香料 我就有 一粒半的八角 一片 香葉 還有少許桂皮 這些不用太多 太多的味道會很重 那薑呢, 我就不放了 因為剛才煎的魚的時候 已經有三片薑在這裡 所以大家記得 另外還有三片薑 另外就拿個袋 裝起所有的魚骨 去煮湯用 開始製作了 那首先雞粉 大概四茶匙 一茶匙大約五克 一茶匙 五克 二十克雞粉 冰糖 八十克 味精 兩茶匙 你可以加上雞精 都可以的 一茶匙算了 我就不加太多了 魚肉 我就加一湯匙生抽 我就加一百克 OK 美極 我加二十克 然後清水 我就會放一公升 那現在大致上 就是這樣 那現在先煮香香料 這樣煮 你的油 就肯定香 到時放在煲仔飯裡面 飯底會很香 如果有豬油 你也可以加上豬油 那就更香 好了 現在香料煮了 也有三五分鐘 左右 味道已經出了很多 先把油隔出來 現在油放在一邊 好 好 那我這裡就放了大概 一公升的水 那我這裡就把香料 搖滾 倒進去 然後 連上剛才這些香料 放進去 放進去煮 把湯滾出來 大火煮滾 豬油、冰糖 醬油、醬油、味精 全部倒進去 現在大家會看到 這個顏色比較淡 最後會用這個老抽 調黑的 加了一些魚 然後煮下去 這個時候 自然就會鮮味 我加回小火 然後現在慢慢熬它 一小時 鹹味都夠 甜味都夠 因為我煮的時間 可能收乾了些 導致醬了些 導致醬了些 現在加一點水 加淡一點 然後加一些老抽 用一條顏色 味道記得自己 慢慢調 太鹹太淡 你要自己加回去 好 現在做好了 我把渣子隔進去 煮仔飯甜醬油 完成 這次影片 這個醬油 除了用在煮仔飯 用在腸粉 或者用來蒸魚等等 都很好吃 大家記得要試一下 收藏這個 recipe 接下來會有 臘腸製作 臘味飯 還有一個 芝士櫻花蝦金蠔 鴨魚 煮仔飯 到時候見 拜拜